菜都涨价了,青菜变成3块钱,1块9毛9变3块钱了 红汉菜,这个叫汉菜,5块钱一斤 长豆角4块钱,四斤都4块6了 大青尖椒便宜了,3块5,3块钱了 买个包菜,1块6毛9一斤 去买肉吧 去买个老豆腐 这个卤猪脚15块钱,它里面有一斤多了,打折的 30块钱一斤,15块钱 这个小鸡儿不知道,估计10块钱一个 五花肉11块9,后腿肉9块9,净瘦肉12块9 哇,前腿肉7块9了,6块9毛9,刚才6块9毛9,现在7块9了 排骨 呃,45块 好,一共18块2毛8,还可以 电营还没有开始,重1块钱 老豆腐2块9,还有一个包菜1块2毛9,肉14块 小孩们在上面玩的很开心 我们小时候也在舞台上面玩 在我,在我爸厂里面的舞台上面玩 玩的很开心 不过,当时只有我 基本上只有我一个人在上面玩 一两个人 好了,回家做饭啊 我吃的东西挺多的啊 有土豆 还有一个 茄子 豆腐 肉 还有包菜 我是一样一样来啊 先吃一块豆腐 嗯 一个菜一个菜做 都不把它混在一起做了 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就弄点什么 这把刀2块5毛钱 在一屋 一屋小商品店里买的 都会把它切成方块 所有的东西都把它切成方块 切成方块 又容易熟 又比较方便 倒点油 好豆腐煎一下 好豆腐煎一下 就是不大好翻身 只要不沾底就行了 只要不沾底就行了 少一圈煎一煎就算了 时间长了它会沾底的 放一下油 这个酱油啊 还是要买好的 这个酱油盐是有点暗 放点盐 放点葱瓜 再焖一会就好了 好了 锅也不洗了 这一只摇米下锅 这个米也挺干净的,我也不高兴讨米了 少吃一点 吃饭了 我就是很简单 搞点菜 煮一锅饭 吃完了 假如菜不够 把饭倒过来再搞点菜 如果菜也都多 再煮一锅饭就行了 好烫 好烫 人家弄几个菜,这双饭都来不及了 太烫了 豆腐酱稿挺好吃的,我放少了,比放点酱油还好 我就这么简单 你说拍的那个烧饭吃饭有意思吗